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自民党党魁的正式选举 这场选举许多人要看 这是闹事的石渊盛太郎的儿子会不会当选 我们稍走就已经告诉大家 他的儿子民调排第三名 那么排第一名的当时有的时候是石破孟 有的时候是安倍 那么最后呢当选的是安倍 安倍的当选是不是代表整个鹰派全面的抬头 目前为止非常值得观察 9月26日日本自民党要选新党魁 听起来安倍胜券在握 只是选前民调前防卫大臣石破孟一路领先 就像台湾人考试时要吃粽子 日本人参加竞赛时则要吃与胜利谐音的炸猪排 大概是想赢的心太迫切 石破孟吃猪排吃到呛到 吃完了胜利猪排就要来办正经事 看看猪排老大加持的是谁呢 自民党党魁选举第一轮投票是由199名自民党国会议员 以及300名地方党代表一同参与 不出所料第一轮的投票 没有人的票数难过半 必须由得票第一以及第二高的候选人进行决战 然而这一回合只有国会议员有投票权 地方党代表只能在台下干瞪眼 安倍晋三君 石破孟在第一轮投票时获得多达165张地方党代表票 而安倍晋三却只获得87位地方党代表的支持 偏偏石破孟不得多数派发大佬欢欣 所以当决选只剩国会议员投票时才会败下阵来 一回目も二回目も今回は石破候補に一票投げました ルールに則って戦った結果ですから それはしっかり受け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秋田県連では県連会長など役員4人が 民意が反映されていないとして 役職を辞任する意向を示しています 石破さんがなるかと思って 私も石破さんの方が良かったな そうですか なんでですか このこと言っちゃ悪いんですけど いい?だってこの人辞めたでしょ途中で 安倍晋三確實有过不良記録 外公是与美国签订安保协定的 已故前首相安信杰 父親安倍晋太郎生前当过外相 自成父业平步清云的他 在2006年9月 風光成为战后最年轻的日本首相 然而这个决心没有维持太久 2007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落敗 一个月后改組内阁 也无法挽回一路下坠的支持度 安倍便在9月27日突然宣布辞職 安倍晋三当时给的理由是健康出了状况 而再度当上党魁 NHK主持人也没拐弯抹角 直接问出许多人的疑虑 自己在地方上的名望 输给了石破茂 安倍也是心知肚明 当前党魁隔天就宣布 任命石破茂担任自民党干事长 呼吁党员要超越党魁选举的结果 因为最关键性的一场战役 还在后头呢 自民党在2009年 由于马申内阁屡屡爆发丑闻 又在众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惨败 席次有选前的300席 急剧缩水到119席 痛失政权 经过了三年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 被自民党视为是 夺回执政地位的重要机会 因为目前执政民主党声望萎靡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8日公布的民调 在接下来的大选中 自民党得票率会是民主党的2.5倍 既然当上了自民党党魁 就是下届首相最热门人选 也就极有可能要收拾钓鱼台的烂摊子 安倍虽然频频落狠话 毕竟还要选举嘛 回想他六年前一当上首相 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 此后更提出战略互惠关系沿用至今 还修复了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而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 所以日本有报道说 中国私下对安倍的评价还不错 至少比识破貌好 NHK新闻表示 安倍决定卷土重来角逐党魁 就是为了推动修改宪法 而自民党如今 有一门三首相的鹰派党魁 搭配被称为军事宅的党案市长 日本急剧右转的形势 可能将会越走越远 虽然日本现在也有反省的声音 大约500名日本市民发动联署 包括被称为日本社会良心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剑三郎 这份联署反驳了日本政府的立场 认为主导以及钓鱼台 都是日本趁着韩国 以及中国最脆弱时占领的 但是这份联署 包括公共电视NHK在内的日本主流媒体 全都只字未提